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今天呢我们要来看一下 到底什么是捷径 我们这个频道呢 其实已经推出过很多捷径的教学了 但是我们好像始终都没有了解过 捷径它到底是怎样一个APP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来看一下捷径它里面 到底有怎样的功能 像上一部影片里面 就有一些人问到一些很有趣的问题 像是要怎样让手机 在它充饱电的时候 自动通知你啊 或者是在特定的时间 传送讯息给特定的人等等的 还有今天呢要提到之前 很多人问过 就是要怎样删除 之前做过的所有的教学 像是怎样删除自动化啊 或者是删除之前做过的铃声等等的 那首先呢我们来讲一下捷径 它到底是怎样一个APP 它的作用就是可以多工 然后让你快速的执行 你需要执行的动作 那么大家都知道 手机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仪器 它可以做的事情真的非常的多 但是手机它目前还没有办法预测或是推算 你现在正在做哪一件事情 那手机要怎样帮助你 所以捷径呢算是一个个人客制化的很好的工具 里面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所有iPhone的功能 把它拆成数以千计的小零件或者是小拼图 然后你可以在这个程式里面把它拼组成你想要的积木或者是功能 捷径它可以做出一些很轻松的工作 像是加入网址书签到你的桌面啊 那它也可以做一些非常粗重的工作 像是对特定的影像或是影片做加工 然后存成你想要的样子 对我来说呢捷径它已经不太像是一个APP 它有点像是小小APP的制造工厂的那种感觉 你可以在里面打造很多很多小小的捷径 然后是符合你的需求的 而且iPhone X14之后呢 它们自动化里面又新增了一些功能 所以让它变得又更好玩了 那捷径刚进来你就会看到很多这个小小的方块 它就是一个小捷径 然后里面它就有很多不同的动作 像是这边是七个动作嘛 然后这边是两个动作 你按下去之后它就会执行这个动作 那要怎样取得这些捷径呢 第一个就是你自己写 你可以自己去开发啊 或者是像是我们这个频道 就有很多捷径的小教学你可以跟着做 那第二个就是取用别人现成已经写好的捷径 那取得这个现成的捷径呢 第一个就是它里面其实有一个捷径的资料库 它里面都是已经做好 已经写好的捷径 你可以直接拿来用 或者是你可以上网去找别人已经写好的捷径 那可能有一点风险 因为你不知道里面它的过程是怎样 会不会去窃取你的个资啊什么的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如果你想要自己写捷径的话 要怎样去探索里面的功能呢 首先你按一下右上角的加号 那进到这个画面之后呢 你按加入动作 它里面就会列出所有你可以执行的功能 写捷径其实有一点像是在写程式 那里面这边就提供了很多素材供你使用 那在捷径里面你的指令要表达的 非常的详细跟明确 因为这里面的动作呢 其实它分工是非常细的 我们来稍微看一下里面有哪一些动作 你们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像是在APP里面呢 它就提供了你手机上面所有APP 可以执行的动作有哪一些 那它APP的意思不是说打开那个APP 它的意思是说你的APP 可以执行哪一些捷径的动作 那我们现在点开看看 例如说我们现在随便选一个地图好了 那它里面呢就显示了所有捷径 可以取用地图的动作 那你会发现说它里面的这些功能呢 其实是非常非常微小的一个项目 例如说你这边选取的距离 那势必前面就要有一个起点嘛 然后后面就要有一个终点嘛 所以你在写捷径的时候 要先想清楚它的开头跟结尾是什么 然后中间再去想它要塞入 哪一些里面的动作 那上一部影片里面呢就有人问说 可不可以在特定的时间 传送讯息给指定的联络人呢 答案是可以的 但是直线iPhone内建的讯息 也就是iMessage或者是简讯 LINE是没有办法这样子做的 因为它可能没有开放权限 那在指定的时间执行动作的话 等一下再自动化我会再提更多 这方面的东西 那现在我们再看一下其他有什么好玩的动作 像是文件里面我们很常用到的 就是文字这个功能 文字这个动作真的非常常用到 像是我们之前影片转铃声的那个影片 或者是上一部我们阅读电量的那个影片里面 都有用到文字这个功能 不管你今天是要把这个文字念出来 或者是你想要把这个文字转成别的编码的话 都可以用这个方式执行 然后另外一个很常用到的 应该就是媒体里面的功能 媒体里面就是可以对照片啊 或者是影像进行修改 或者是取得资讯 例如之前我有教过就是大家怎么看 相片的详细资料 像是它的大小啊 或者是用哪一台相机拍的 都可以透过影像这个去取得这样 或者是今天你很常需要编辑影像 但是你做的事情都几乎是一样的话 你就可以看一下这边 有没有你需要的功能这样子 像是你工作上面 可能常常要把某一张照片 调成特定的大小的话 你就可以透过这个调整影像大小 那每一次点这个键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把它调成那样子的大小这样 那我们现在稍微来看一下 写完结镜长什么样子 我选一个比较简单的 像是这个相片资讯 这里面的动作就只有两个 但是你可以写很长 那有一些人可能 甚至可以写到三四十个指令 那这边结镜选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它加入桌面 或者是把它加入分享选单 那分享选单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符号 这个符号按进去就是分享选单 今天不管你是要对相片啊 或者是影像 甚至是网页做出动作的时候 你都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执行结镜 那我们稍微看了一下结镜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自动化 那这个自动化是什么呢 就是当特定的条件发生的时候 这个iPhone会自动的执行你指定的指令 那这跟刚才的结镜有什么差别呢 就是结镜这边呢 都是要你自己去触发的 就是你按了特定的键之后 它才会去执行 那这边这个自动化的意思就是说呢 当特定的条件发生的时候 iPhone它会自己执行这些动作 比如说早上七点啊 或者是iPhone它快要没电的时候啊 它就会执行这些动作这样 那我们稍微看一下 自动化里面有哪一些选项 按一下右上角的加号 里面就会出现这个 制作个人自动化操作 跟设定你的家庭嘛 那这个家庭我想可能就是 例如说你是智慧家居啊 你可能用了HomePod之类的话 那这个可能会还蛮好用的 但是大部分的人应该都会选这个 制作个人化操作 我们选一下这个 那里面呢你就会看到我刚才说了 你可以在特定的时间啊 或者是你快要睡觉 或者是你现在在某一个地方的时候 它就会执行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我更常用的 就是这边电量模式 例如说它今天是第一号电的时候 就会执行特定的动作这样 那这边呢我们就来示范一下 要怎样在特定的时间 传送讯息给指定的联络人 还有另外一个我会示范 就是要怎样在它充饱电的时候 自动通知你 例如说你想要在早上八点的时候 传送给你的家人 叫他吃药的话 你就选这个特定的时间 然后你决定好时间之后呢 你在里面就可以按加入动作 然后这边搜寻栏呢 就搜寻讯息 然后这边会不会出现传送讯息嘛 就点传送讯息 然后里面呢 你就可以将你的内文 然后传送给你指定的联络人 执行的时候显示 你可以把它打开 这样你就知道说 这个手机它有传送讯息了 例如说我这边示范 将词咬传送给妈妈 然后写完之后我们按上一步 然后这边执行前线询问 你可以把它打开 这样你才知道你有传送了 或者是你不想要你的手机 询问你的话 你可以把它关掉 然后按下右上角完成 就它每天在下午1点半的时候 都会自动传送给特定的人 然后特定的讯息这样子 然后这边呢我要示范一下 要怎样把这个自动化删除 因为很多人都在问我要怎样删除 就是往左滑 然后这边有删除 你就按删除 然后包含之前有很多人问我说 要怎样把做好的铃声删除 也是往左滑 像是我到铃声那边去示范一次 我把我的铃声叫出来 在声音里面 声音里面的铃声 然后这边就有很多你做好的铃声嘛 那你就 你想要把它删除的话你就往左滑 这边就有删除 好那我们现在回到捷径里面 好那现在要来示范一下 要怎样让手机在充饱电的时候 自动通知你它已经充饱电了 那一样就是加号 然后按个人自动化操作嘛 然后滑到最下面呢 有一个电池电量倒数第二个 点进去 那它就会让你自动选择说 你想要在几%的时候执行动作 那你可以例如说你到80%你就OK的话 你可以选80% 或者是你今天想要100%的话 你可以选100% 选好之后呢按下一步 这边呢你就可以按照上一次 我教过的那些步骤去执行 就是取得电量 然后文字跟朗读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点击右上方的这个影片 我在里面讲的会比较清楚 那我觉得自动化这边呢 有很多东西都是可以玩玩看的 但是我现在是还蛮希望说 它可以把AirPods也可以纳入 这个自动化的操作里面 因为之前有非常多人问我说 iPhone可不可以在AirPods充电 充饱的时候自动通知呢 答案是不行的 那希望未来呢 他们也可以把这个AirPods的部分 也纳入到自动化这边 那真的会非常的方便 好那自动化这边稍微看过了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 这个捷径资料库 那捷径资料库它是什么呢 因为一开始我不是讲说 你要取得捷径只有两种方式嘛 一个是自己写 然后一个是取用别人已经写好的 那这个捷径资料库呢 就是所有他们已经设计好的 现成的捷径 让你可以马上使用 那点进去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这边有很多 现成的捷径可以让你使用 例如说它会告诉你几点要出门啊 或者是有很多可以记录你平常生活的一些捷径 像是有很多人都会需要记录饮水量嘛 这边也可以做一个快速键这样子 然后这边有一个很好笑的捷径就是洗手计时器 就是你点进去之后它会开始倒数20秒 可是问题是当你点击这个功能的时候 你手不是脏的吗 像是有很多人应该都会用到这个 转GIF档的这个功能吧 它里面可以把影片跟影像都转成GIF档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翻译文字的功能 我觉得这应该也还蛮实用的 还有另外一个我想讲的就是这个捷径里面呢 我觉得它搭配iPhone内建的形式力跟备忘录用起来 应该会非常的方便 那就算你今天用的是Evernote 它里面也有很多Evernote相关的捷径可以去用 所以有兴趣的人可以到这个捷径资料库里面来看一看 说不定可以挖到一些宝哦 好那今天捷径这个APP我们就介绍到这边 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到你呢 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你最喜欢使用的捷径是哪一个哦 那最后呢如果你喜欢这类影片的话 也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开启小叮当哦 或者是你也可以追踪我的Instagram 我的账号是AppleMade123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